另外呢 正在海南举行的博鳌论坛 受到外界关注的吴礼会 今天上午登场 副总统当选人吴敦义呢 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会面 吴敦义呢 提出了新版的十六字千言 希望能够传达两岸和平发展的方向 而李克强呢 则是以两岸同事中华民族的说法 回应两岸经贸合作 避免敏感的国家地位问题 初次见面 初次见面 那是远姓文明的李克强先生 老朋友王一族人 这么说我们是神交已久了 无理会议登场 吴敦义李克强虽然没有见过面 但对话像老朋友聊天一样 并互相以先生来称呼 李克强更避开敏感的国家定位问题 用中华民族开启两岸经贸合作的话题 吴敦义也引用李云大同篇 以十六字真言回应 锁定经济合作 两岸经济同属 中华民族经贸 两岸同胞 同属中华民族 今年是 承先起后 既往开来的 一个关键的年 我们十六个字 十六个字 这是大家都能够理解的 求同存异 两岸和平 奖姓休睦 民生为先 国台办主任王毅也摆出欢迎宴迎接吴敦义 并针对两岸后续交流 尤其是ECFA未完成的协议 强调深化互信的重要 两岸经济合作的 很多方面 也开始 游易入南 我们应该进一步 维护好 巩固好 并且不断深化我们双方的 政治互信 王毅强调 两岸经济合作 已经开始进入 游易入南的阶段 两岸未完成的投资保障协议 和洽谈两岸货币机制 甚至两岸监理平台 都是两岸进展的优先重点 记者小郭俊林 海南博鳌采访报道 海南博鳌采访报道